今天我来到我们村的谷景里面钓鱼 当我开院睡着的时候 突然里面引起了一个大泡泡 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里面 于是我就带上我家里面的 去年没吃完的蜡烛头过来 准备把这个谷景里面的大货给钓出来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猪头给安装好 然后用个笋子绑好 再用个竹竿固定好 时间过了半个小时以后 我再次跑到谷景里面来看 我的猪头不见了 也不知道是被什么吃掉的 难道这个谷景里面真的有大货吗 后来我就急急忙忙的跑回家 把我家里面的大功力抽水机拿过来 准备用这个抽水机把谷景里面的水给抽干 现在我们先把抽水机给安装好 就准备开始大火抽水 就在昨天表面上山砍柴的时候 还发现里面有一只大头衣跑起来吐泡泡 据他说可能有十来一斤状 现在我们就加重马力 时间很快过去了两个小时 我再次跑到谷景边来看 哇 手位已经下降一大半了 我用我手中的插网捞了脸下 诶 好像是里面有大货哩 哇塞 果然有鱼啊 哇塞 这是什么鱼啊 我仔细看了下 哎呀 好像是点红鱼哟 没想到这个谷景里面有这么大的鱼在里面 这下我可高兴坏了 我们先把这个鱼带回家吧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把这个水抽干以后再来看 这个鱼鱼也没想到 这个鱼也没想到 好